大明中后期边关不宁,东南窝寇横行,东北建州女真意志不安定,西边的蒙古部落也蠢蠢欲动,大明本就军被松弛两响不足,危机四伏的边关幸亏出现了两位知名的大将军,一位是东南抗窝,杀得窝寇绝节的民族英雄七级光。 另外一位就是常年镇守东北的战神李承良,在名将李坦诺,边被废弛的时代,李承良纵横北方边赛四十余年,前后镇守辽东近三十年,旅破墙好,离压各方北方游牧部落,破江近千里,辽东成为一道坚固的屏障,并在开园,清河,福顺等地开办贸易市场,与当地部落建立友好关系。 很多后人在提到李承良时无不感叹地说,倘若其不死,建州女真绝不可能成为大明鞭幻,北方的蒙古部落也绝既不敢南下桑尔堡边关,就连边镇明史的满清学者也承认李承良的军事才能,堪称二百年不出的奇才。 明史,承良镇辽二十二年,先后奏大劫者时,帝哲既告娇妙,受庭臣贺,莽一金增遂次抽叠,大明帝国上校勿不为由这位奇才将领而开心。 万历皇帝赤明在辽东总兵府所在的广宁吃歉,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博包公派方。 基于李承良至高无上的荣誉,当朝财富张居正评价其用兵如神,兵法运用不亚于当朝孙并,家中子之无不畏惧高官,可就是这样一位大明的战神,不经意坚坐的一件事,却成为了大明的绝目人,也导致其子孙惨遭杀害。 这还要从其收养的一位养子说起,李承良镇守东北后采取铁腕手段震慑四方,可见州的女真一直蠢蠢欲动,时刻寻找机会反抗大明的统治。 李承良通过分华拉拢等手段,成功瓦解了部分女真人,为自己所拥,并充当自己打入敌人内部的间谍,为大明军队提供情报。 建州女真王稿部,一直不服大明统治,万历二年经过充分准备和奸细的帮助下,李承良成功地击败王稿并夺取了其城池,可不幸的是由于间谍的身份过于隐蔽,为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,只有李承良和身边的几个近亲人知道其身份,结果不明就里的士兵,冲入城池后连带奸细一块给杀了。 估计是酒精沙场的李承良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,可人死无法复生。 面对奸细留下的孩子,李承良动了侧印之心,收情为义子并养在府中,这个孩子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努尔哈池,也是大清王朝的典籍人。 收养努尔哈池为义子或许是自己的内疚,可其后李承良对于这个孩子的关照就更为重要了,甚至可以说没有李承良的帮助。 努尔哈池建立的后金不但不能入主中原,就连统一剑州女真都是一响天开。 当时活跃在剑州的女真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,而是分散成大大小小的部落,而努尔哈池这是一个小部落的首领罢了。 我们都知道李承良用兵如神,镇守辽东期间大的各组无力还手,尤其世大的部落一旦对于明朝有潜在的威胁,其率领的辽东铁骑定会让对手消失。 李承良曾经多次出兵正脚当地蒙古部落,和其他女真部族,那些势力强大,有能力和努尔哈池相抗衡的女真部落, 若无一幸免地遭受过李承良的离亭扫学时的摧毁性打击,可不知是想不起还是选择性遗忘。 李承良对于努尔哈池的发展壮大,一直都是视而不见,在消灭了建州女真一个个强大的部落时。 放过努尔哈池,等其攒够足够的力量统一建州女真实,李承良也选择不干涉。 这种养虎为患的做法在当时看似没有太大的危害,相反还能得到想要收获。 那就是努尔哈池长期给李承良赏工美女,牛羊,马匹,人参,貂皮,东猪,银梁和奴隶等, 以至明清史讲义中记载,太祖努尔哈池求美于承良,自已无所不知。 从而有效地,令李承良至少在对待努尔哈池的问题上,放弃了本该终于的边疆之手。 更让人意想不到是,在努尔哈池壮大以后,李承良不是想着如何去围剿消灭, 反而主动放弃了著名的辽东六宝及其周边八百里国土,以壮大其势力。 要知道放弃的这些领土可不是一般的领土,而是极具战略和军事价值的要塞。 据此要塞不仅可以抵御北边的蒙古和东边的女真,更能确保满蒙无法进入山海关。 然而偏偏万里皇帝几乎是无条件地宠信李承良,竟然批准了这个计划。 此举时努尔哈池不费一兵一族得到了八百里土地,并消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与威胁。 对大明帝国和努尔哈池双方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,以至于不论当时还是后时,都将此举看成是李承良和万里皇帝二人的亡命之举。 我们无法确实是不是努尔哈池,贿赂了李承良,才让其放弃辛苦三十载修建的要塞,并倾移其居住的六万户居民。 虽然晚年的李承良贪污腐化到极限,但可以肯定的是,要塞的丢失,导致努尔哈池不断的发展壮大。 在李承良死后的三年,发表著名的六大恨,并取冰反明,从此大明的东北再也无法安静,连年的战争和巨大的财政消耗,让大明的国力不断下降。 更为要命的是趁着大明内乱,后今成功地入主中原,李承良的几个儿子也在反对后今的战争中殉国。 不知道全下有持的李承良会做何感想。